哇~~ 好高啊 超高的 對 今天晚上在高雄的話 我們是找了一間要來拍 是在美術館特區這邊 然後聽說是美術館在地最強的那種火水蝦 然後我們來拍一個企劃 我們兩個人挑戰食道火水蝦的料理 兩個人把它挑戰全部吃 來 走 哇 它的掃好長喔 超巨大的 滿滿的蟹刀耶 我們都是高啊 超大塊的啦 都來冒煙耶 小姐 你的蝦全到齊了 哈哈哈哈 食爆耶 你看 來 蝦餅 那個泰國蝦炒飯 鑽頭蝦 阿拉蝦 那個金沙蝦很烤大蝦公 然後再來的話是胡椒蝦 避風塘 然後檸檬蝦 生桃 唯一一個不是蝦的 鹹 好冷喔 寒流又來了 對 今天晚上我們在高雄的話 我們是找了一間要來拍的 是在美術館客區這邊 然後聽說是美術館在地最強的那種火水蝦 然後我們來拍一個企劃 我們兩個人挑戰食道火水蝦的料理 兩個人把它挑戰全部吃 來 走 喔 會痛風吧 應該會直接整個 然後撞給它 小姐 你的蝦全到齊了 食爆耶 你看 超誇張的 那你要先吃 我想要先吃檸檬蝦 喔 它的手好長喔 超巨大的 太大了 還可以打架 放放放放放 哇 OK 給大家看一下 滿滿的蟹膏耶 裡面都是膏啊 裡面都是蝦膏啊 還燙耶 燙耶 很燙耶 超大塊的啦 真的冒煙耶 軟 哇 哇 很新鮮耶 因為它鹽烤過 它的肉質是紮實的 不用擔心 它本身外面那一層鹽就夠鹹 好生蠔啊 超大顆的耶 而且你看它裡面還有湯汁 你把我這邊側起一點 哇 你看裡面滿滿的糖汁耶 然後上面是一堆的sole 像嗎 吞下去吧 好 來吃吃看這個 泰國蝦炒飯 泰國蝦 這邊都有泰國蝦的肉 你有看到蝦肉 它朝飯是粒粒分明的 醬油香 好吃 麻辣蝦 你有看到那個辣油嗎? 真的有辣油嗎? 麻辣蝦 哇 有看到那個汁嗎? 哇哇哇哇哇 這個感覺是來兩碗飯的 對 它裡面每個都是蝦膏超多的 每個都有膏 哇它的肉好大喔 那麻辣蝦很好吃耶 你看它的頭 它是麻辣鍋的鍋底 是花椒香 好吃耶 喔這個 它的那個蝦子的肉真的是很紮實 蝦界的阿諾 檸檬蝦 哇哇哇 再滴了再滴了再滴了 它裡面都有蝦膏 它都炒大滴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好清爽 它的蝦子跟那個 它檸檬汁不會太酸 它檸檬汁本來有點便宜 它有調過 哇 糖果肉是膏啊 有好多的 好 來吃吧 蜂桃炒 蒜酥蝦 你知道嗎 相較起來我比較喜歡吃 鹽烤蝦跟麻辣蝦 你下飯 超下飯 金沙 上面都是那個鹹蛋黃 看它的腦袋耶 看它的腦袋耶 滿滿的蝦膏 嗯 好吃喔 稍微鹹蛋黃 這個味道 對它是雙黃耶 鹹蛋黃加蝦黃 嗯 這個好好吃喔 好吃喔 越亮蝦餅 好多 來拍拍拍 很Q耶 它外皮是薄薄脆脆的 哇 裡面蝦子很多 吃它的這個 胡椒蝦 哇靠 欸它每隻都超大的耶 你看它這個都已經看到它裡面的膏了 紅紅的 有喔 好重風的,你的表還好嗎? 很甜的 他的蝦子肉質真的是很Q彈 我看你這樣水一色,全部都胡椒 所以你要怎麼樣口味平等,你知道嗎? 吃狗蝦 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蒜頭蝦,這看起來就一定是超級好吃的 我還吃 超濃,超好吃 今天這一間,哇,這個螺水蝦真的是超好吃的 大家來高雄美術館一定要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要進到了安慰之間 我們其實有吃菜喔 我們有吃水蝦 對,我們其實有吃菜喔 還是好吃的水蝦 好吃,而且熱炒也好吃 炒功了得 蝦子的口味啊 我個人的話,我前十三名啊 第一個是這個 烤鹽蝦工,超大的 謝謝 這是我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這個 麻辣蝦 麻辣蝦 超好吃的 第三名是那個,檸檬蝦 它檸檬很特別 它檸檬不是完全酸的 它是有一點 比較溫和 比較有一點甜味的那種檸檬酸 這前三名是我 那你也 你前三名 第一名 第一名是金沙蝦 炒蛋黃的蝦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 檸檬蝦 檸檬蝦也好吃真的 第二名,第三名 這是基本一定有的 可是它就是肉質新鮮 它就是 原來是什麼 你是說鹽菊大烤蝦 那個就是一定是第一名的 對 它不是,它是我第三名 它是你第三名喔 對,金沙蝦才是我的第一名 還有主要是 它的炒飯真的很好吃 炒得乾酸的粒粒分明的 嗯,好吃好吃 好啦,接下來 我們 盡我們全力來消滅它 沒有消滅它的 我們也不會浪費 我們會打包給朋友 嗯 那,這家店家的質詢 我會放在影片裡 這樣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參考 來高雄吃的話 可以吃,開口看看 那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你還有什麼 覺得哪個地方好吃的 不管早餐、晚餐、午餐、宵夜 歡迎留言跟我們交流喔 掰掰 我們會打包多餐 我們會忘記 我們會再次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